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因为穷,昨天要找食,所以没有更新到节目 今天一口气两集,来第二集 今集的话题,飞天爷爷想分享很久了 一个礼拜一集,想推介一些我喜欢的作品 可惜真的好歌难求 就当我老饼吧,就用老饼的角度看看现在的流行曲 喂,连叔叔都觉得不错的话呢 即是老中青通杀,都OK啊 前几天刚巧看到今个礼拜的《勁歌金榜》 看看十首作品,似乎可以说,可以一试 飞天爷爷,不是音乐人 我切入的角度可能不是音乐而已 事先声明部分,之前已经分享过的作品是会跳过的 我们由第十位倒数上去吧 泳尔的十八步半 泳尔出道了很多年 出道的时候,他的高音超厉害 平地一声泪,马上有好成绩 可惜一直停滞不前 飞天爷爷爷不是很留意他 但也知道他试过一些转变 但转来转去,也走不出既定模式 直到他转走暗黑风了 一曲混渠唱泳,五台冠军 连隔离台都可以上榜 他算不算是这么多歌手里最吃得开的一歌 虽然《暗黑风》不是我杯茶 但飞天爷爷爷觉得他是超聪明 完全摆脱过往的路线 一来市场不算有很多暗黑风的作品 二来他独有的唱康配合这批新歌 事实很有化学作用 新歌十八步半编曲很丰富 很有戏剧性甚至有少少舞曲元素 他是少数出道这么多年 仍然能有突破 甚至突破得很成功的一个歌手 第九位 艾莉的习惯悲哀 对不起 飞天爷爷真是很少留意近年的广东歌 原来艾莉2018年已经出道了 推出过两张专辑都是翻唱作品 一般来说唱功了得才会走这条路线 习惯悲哀表现不错 我喜欢尾段的编曲 曲风令我想起连斯瓦 第八位 是陈伟旋一个傻瓜一个瓦 其实我是有听当年S1的Candy Ball 我认我懒不去认人 所以我没有留意原来S1的成员 一早已经散落在各大电视台上 陈伟旋给我第一个印象 是网民形容他女版Anson Lo 那个造型的确是有点似的 所以我一直期待他会跳唱 上次《善心满在人爱堂》 因为节目本身不太吸引我 我又是电视照开 然后就跑去上网 只是听声而已 节目结束了 好像没听到人跳唱 但印象之中有一首新歌 原来就是《一个傻瓜一个瓦》 其实是可以的 虽然不算很突出 但至少我听了一次就留下了印象 飞天爷爷期待他下一首会跳唱 第七位 林佳謙的《哪个发明了Ancore?》 我想起My Little Airpods 的 《哪个发明了上班》 飞天爷爷听歌比较简单 太过文清的一向都不是我杯茶 记忆之中早年听过他一首快歌 在电台上听了一小段 觉得挺有趣的 后来听他唱现场 才留意到整首歌都有很多假音 这种演绎和声线不是我喜欢的 非战之罪 我反而好奇他到底还会不会上TVB呢? 第六位 布志伦的《爸爸好夜》 出道的时候 因为声线很像陈奕迅 成为一时佳话 布志伦的声底和唱功都相当不错 很温情的作品 结他很有文歌的感觉 旋律流畅 歌词直接又不做作 听得很舒服 是近期的佳作 大家值得留意的 第五位 林军连NFT 之前已经在节目分享过了 不再重复 连者已经离开了香港 去外国读书 不过没有记错的话 10月会回来 粉丝不用担心 非天爷爷很好奇 他下一首写给自己的作品 会是怎样的样子呢? 他是声梦里面 最早就有另类风的一个 下一首会玩些什么呢? 这一类另类得来 带小青身 有少少復古的电子 已经很多年没听到 超期待 第四位 张子峰 保持通话 Don't Hand Up 最初我以为 是之前在节目提及过的 保持通话 原来有两首保持通话 之前玩电子舞曲的 是保持通话 Keep in Touch 很明显 非天爷爷最喜欢 一定是电子舞曲 那首保持通话 Keep in Touch 可不可以再做多一首 爽一下呢? 第三位 C-Hong Kew My First Car 之前都略略提过 是近期 非天爷爷很喜欢的一首作品 C-Hong Kew 给我的印象 挺有趣的 这么多年来 不时都听到它的名字 但记得的歌 其实是一首都没有 只记得美女 没有了 甚至做过些什么 我都没有印象 直到这首My First Car 令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听一次就已经进了脑 都说快歌 是比较容易中到我的口味 第二首 闫明熙的炎 大家都说是一首快歌 但在我心目中 是一首中版歌 其实想说这首歌 很久了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太危险了 Gigi 的表现是有惊喜 亦都出乎我意料之外 炎本身是好听的 但编曲就踩中了我的地雷 即是不吃辣 但又超喜欢吃蟹的人 辣蟹炒得多香 都是不会吃的 听过非天爷爷分享 谭嘉宜 Eyes on Me 那一集的朋友 或者会有印象 我提过这种鼓的pattern 是我死穴 我是很怕的 当时我用Garage Band 做了一小段的例子 去解释 同样不重复 如果有关注非天爷爷 IG 的朋友 应该会听过 我手多多 做了一小段 炎的remix 就只是加了一个电鼓 纯粹至于 如果香港好像外国 推出single 的话 太好了 外国的single 会有不同的remix 可以满足不同乐迷的需要 即是简单 如果炎换了另一个 古的pattern 的话 我应该会很喜欢听这首歌 冠军姚卓飞 BFF 之前用了一整集分享 同样不再重复 连者飞到外国读书 Chanel 未来 会不会都飞到外国读大学 到时才算 期待Aftercast 快点快点推新歌 好了 今天一年做了两集节目 都算是补回给大家了 没办法 我都希望每天不停不停更新做节目 全职去做就最好 没办法 要赚钱 所以说我收钱做节目 我也想收钱做节目 到时真的什么都不用做 天天做节目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channel 是者让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channel 然后按大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